据外媒6月26日报道 在5月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在南部边境 与超过20万名移民相遇 入境人数 每天都刷新官员们 看到的最高记录 美国外交政策专家 对中共国公民 以惊人的速度 渗入美国边境 敲响了警钟 盖茨顿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张家敦在某新闻节目中警告 一些来自中共国的虚假难民 他们隐瞒自己中共军人的身份 假装不会英语 不披露真实的家庭信息 这些人可能是中美战争爆发前 进入美国的第一批破坏者 他强调 虽然有些人 可能是为了逃避中共国的悲观 且不景气的经济 但有些人却是带着坏心思来的 他认为破坏 暗杀 爆炸和放火等经维 不久就会大量出现在美国 而拜登政府 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中共国的经济 在本财政年度 基本上表现不佳 其出口下降 青年失业率超过20% 工厂活动减少 张家敦称 中共国国民感到 在中共习近平的领导下 没有出路 这就是为什么 在美国驻中共国领事馆 可以看到 人们试图获得签证 而排起的长队 以及前所未有的中共国移民 涌入美国的南部边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